一 撤 二 撤 撤 合我伸直 一 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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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二 撤 一 王手中说什么了 王副统领说 这张后宫图千万不可以 落入他人手中 撤 一句废话 王副统领还说了 说少爷 你要三思而后行 还是废话 在他们当中 给我选两个最忠诚的 是 两位大人 官上门说话 这些年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是 朝廷这口破锅 修修补补 也算是平安过来了 这口锅 是由咱们三个人支撑着 而现如今 有人想动这口破锅 你们却让哀家独自面对 恶人全让哀家一个人当了 哀家觉得不公平 哀家不是怨妇 也不想埋怨你们 今天 咱们就不要遮遮掩掩了 打开天窗说亮话 这口锅 咱们是继续维持着 还是交给皇上 哀家都听你们的 不过有一点 哀家得说清楚了 如果这口锅 交给皇上 咱们就得让他自己 心力一口锅 一朝天子一朝臣 谁都不能乱了规矩 王大人 范仲淹是你举荐的官吧 是本相举荐的官 可是他上奏太后 退位的奏折 已经被本相撕掉了 撕了奏折就了结了吗 当然不能了结 本相正准备将他贬处京城 离朝廷越远越好 太后 又一份让哀家 撤连归正的折子 什么人这么不识食物 是那个叫包长的 按下葫芦起了瓢 这个包长也来凑热闹 这些年 哀家是真把他给忘了 看懂了吗 看懂了 看懂什么了 四个圈圈 不是 少爷 我知道 您是想要这其中一个圈圈 从地图上消失 这也差不多 接着说 梧桐小住 王延林的孙女住这儿 皇上请宫 可是二少爷也住这儿啊 少爷 这可不行 这是太后请宫 有时候老爷也住这儿啊 你哪有病啊 你哪有病啊 少爷 您弄错了吧 明月小住 您姐姐住这儿 皇上 皇上 太后吩咐 皇上今天不准备了 不能再冷落两位美人了 朕选巫童小住 太后吩咐 要一碗水端平 选谁 还请皇上翻牌决定 请皇上翻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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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白帅决定 我也想看那些年 你帮得那些年 再叫她 还要归抬手 我 你不是我 让他买进来 是 你们进来 少爷 来 给少爷 表表你们的忠心 为少爷上高山下红海 誓死如归 春花秋月 何时了往事值多少 小楼昨夜有冬风 顾过不堪回首月明珠 春花秋月 何时了往事值多少 小楼昨夜有冬风 顾过不堪回首月明珠 阿雕烂雨期 王府同量 张公子 你怎么来了 别废话 快让我们进去 走 为什么给朕唱这曲子 回皇上 那日陪同皇上赏月 臣妾看到皇上 听到这首曲子落泪了 便觉得皇上一定喜欢 臣妾这几日才学会 唱得不好 皇上要是不喜欢 臣妾舞跳得好 再给皇上跳支舞 别跳了 好 朕今天没有心情 你多大了 十四岁 再过几个时辰 就十五岁了 明天就是你生日了 是 你还是个孩子 朕不能让你失勤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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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再过几个时辰 就是大人了 你还小 日子还长着呢 朕明天让人给你送礼物 皇上 皇上 臣妾愿意精心伺候皇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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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闻的花香 皇上没闻到 那个王灵儿运气真好 皇上第一次翻牌 竟然翻到她 姐姐别生气 那个王灵儿是个没长熟的青瓜 还是色的 皇上肯定不会喜欢 她呀 赢不了姐姐 朱头 人算不如天算 别费心思了 伺候出狱吧 皇上驾到 皇上 车 车 皇上 皇上 你这些脑子 穿不上去 啊 将军 聊天 有关 啊 皇上 臣妾不知道皇上要来 正在沐浴 无法施礼 请皇上原谅 你没错 是朕冒失了 皇上不冒失 臣妾是皇上的女人 明月小柱就是皇上的家 臣妾沐浴了 就是准备干干净净地迎接皇上 回家的 张公子 本将绝不答应 你们现在赶紧出宫 王守忠 小爷我自己干和手下人干 有什么区别 天壤之别 此话怎讲 如果事情万一败露 本将可以杀他们灭口 如果事情败露了 你依然可以灭口 小爷绝不怪你 张公子 想好了 现在还有回头路 小爷我既然进来了 不把这件事情干成了 我绝不出去 既然这样 路线你记住了吗 烂熟于心 万一败露 本将绝不手软 理当如此 换衣服 等等 张公子 竟然你爹也在宫里 哥哥 妹妹又被你征服了 哥哥 你就像是一只生了空的风筝 总想往远处飞 可是 你越是打败妹妹 妹妹就越舍不得让哥哥飞走 你怨不得妹妹 我就算是一只风筝 可这风筝线 在你手里不是钻得牢牢的吗 你敢松手吗 妹妹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我可以出宫了吗 如果晚了 夏怀敏又把我关在宫里 他呀 现在正躺在温柔乡呢 哀家说过了 荣儿的婚事办不成 哀家 就不放你出宫 既然 皇上的婚事 是他自己做的主 那荣儿的 也叫他自己做主吧 那可不行 荣儿 可比不了皇上 太后 太后 出什么事了 奴才回禀太后 今夜 皇上在明月小住 张美人那就寝了 皇上自己选定的 皇上不会再改变主意了吧 不会的 奴才 把皇上锁在屋里了 他哪儿都去不了了 只能和张美人 待在一起 今夜 春色满园 哥哥 这可是喜事一桩啊 来 妹妹敬你一杯 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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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少爷 那两个手下绝对中成 您为什么非要亲自干 您信不过他们 他们才中成 能让本小爷自己中成吗 不能 走 走 快 走 好 周儿 蓉儿 你们要快点想办法 我不能留在这儿 太妃娘娘会找我的 我先回去了 去吧 张公子 想出办法了吗 怎么还没有办法 我帮你说服了皇上 自己却被逼到了绝境 太后那里该你了 你现在就跟太后说 让她放我出宫 太后是不会答应的 那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啊 难不成真要我嫁给你 周儿 你放心 我是不会娶你的 我更不会嫁给你 周儿 你误会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先别着急 容我再想想办法 天造有风 小心走水 站住 瞧着面生 新来的 是是是 那手里抱的什么呀 酒 酒 送哪儿去呀 梧桐小住 梧桐小住 不对 梧桐小住在那边嘛 我俩道路不熟 谢谢二位公公指点 是 瞧着点 天造有风 小心走水 天造有风 小心走水 走 走啊 走啊 走 走 少爷 就是这儿 您在这儿手上 我去看 来人哪 少爷 您看 快点放下 来人哪 少爷 这 这着火了 这着火了 来人哪 快开门 来人哪 来人哪 把门打开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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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救命啊 走水了 走水了 快救火呀 少爷 有容把火给咱干了 咱赶紧出去吧 不然出不去了 少爷 上 好 能不能塞 guard 你 看 你 哪 还 就 我 那 你 我 你 再说 你 尽 你 谁 你 他 你 你 你 我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三黑 你怎么回来了 朝廷降旨 让我火速赶回京城 三黑 你不是惹什么麻烦了吧 嫂嫂 端午 朝廷有事 官服路上不方便 你们帮我整理变状 我要带李夫人一同回京 李夫人 李夫人 包拯 怎么了 您今天跟我一同回京 太后夏诏书让我火速回朝 发生什么事情了 您收拾一下 咱们即刻懂身 路上我再告诉你 嫂嫂请留步 我们要赶路了 自己多保重 照顾好嫂嫂 让免儿用功读书 嗯 夫人 您多保重 这些日子招待不周 我这刀子嘴得罪您了 望您海寒啊 嫂嫂菩萨心肠 你们对我的好 我一定会记得 来日一定报答 路上小心 娘 娘 我三叔这是去哪儿啊 京城 京城 她怎么走得这么匆忙啊 都不等我读书回来 这是出什么事了吧 娘也不知道啊 是朝廷的事 你说这一趟 不知是福是祸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得挂 快说 公子 是 是 还是 是不是 是 还是 对 是 是 大人 前面在走市里有个镇子 咱们就在那儿歇脚吧 好 你去打前哨 是 打我 打我 放了张东 有种打小爷 你再打他 小爷下来扒了你的皮 听你们小爷的 把张东放下来松放 快点 快放 快放 快放下了 张东啊 整个大宋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称爷 今天你来打 用你全身的力气 打你小爷 老爷 您 您还是打我吧 老爷 到 老爷 您打我吧 老爷 老爷 张东 老爷 张东 听老爷的 你不打我 小爷打死你 好汉做事好汉当 快点 给我往死里打 快点 快点 使劲 使劲 老爷 别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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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不要再打了 再打就要出人命了 主人 我求求你了 今天不打死他 主人 咱们全家都得死在他手上 一直打上 你觉得 是我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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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组 夫人 这是您的房间 大人 您的房间在隔壁 夫人 晚饭一会儿 让人送到宁屋里来 一天奔波 早点歇息 包拯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前几日皇宫失火 朝廷调我回京勘察火案 皇宫失火 那皇上爱好吗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详细地回到朝廷才知道 恢复 范大人 包拯 这么巧 咱们在这儿碰到了 进来坐吧 那位夫人是 我嫂子 换了眼疾 跟我一同到京城去看郎中 范大人 您怎么在这里 我被朝廷罢处京城 去往天涯崖州 今晚落脚在这里 罢处京城 是啊 我让太后退连还政 激怒了太后 您 您也谏言太后退连还政 保证 你我是前父后继 我刚刚被罢处京城 你的谏言便到了太后手里 你我本来是去往天涯同路人 现在后宫的一场大火 改变了你的去向 范大人 后宫失火的事 您知道详情吗 劣志一二 皇上安全吗 是失火还是纵火 火是冲着皇上去的 烧得蹊跷 最扑朔迷离的是 皇上和张德林的女儿 刚刚被两个太监拼命地救出来 另外一处却又起了火 在向王大人的孙女险些葬身火海 而救皇上的两个太监 却在后宫蒸发了 后宫没有人认识他们 老承安 你知道他们召你回朝 为什么吗 这场大火 把皇上 太后 王大人 张德林 全都搅了进去 他们急于知道真相 现在的朝廷是剑拔弩张 忍忍自卫 传出去 上点药 是 是 少爷 你们也下去吧 永儿 你是怎么混进宫的 向走天马走日 我自有我的办法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明月小柱 你姐姐住在那 你想烧死她 要不是我舍身相救 我姐姐早就葬身火海了 还有你那皇上 谁放的火 我跟我姐姐商量好了 火从偏方烧起 姐姐有时间逃出来 我还没来得及动手 这火就着起来了 放火之人 却变成了救火之人 啊个屁 净亏了第二把火 你才有机会逃出来 武童小柱的火 是谁放的 我还想知道 谁放的呢 这把火既救了我 但也坏了事情 我本来想见此事 栽赃王延林和太后的 没想到 王延林那个孙女 却差点葬身火海 这下倒好 王延林倒成了受害者了 你为什么要铤而走先 我要帮我姐 还要救您 爹 您从小就告诉我 您的敌人在朝廷里 现在那个女人 就是您最大的敌人 您已经被她俘虏了 我不救您 谁救您 行了 报长 你对这个火案怎么看 事情查清之前 我没有看法 不先入为主 才能使庐山真命 你又给本官上了一刻 受益匪浅 范大人过奖了 前几年 你被罢处京城 卧在城外相送 如今 你奉旨回朝 而我却在罢处京城的路上 迎来送往 咱们是真的有缘哪 范大人 被罢处 未必是坏事情 趁此机会浪迹天涯 亲自感受一下民间的疾苦 兴许你我都知道该怎么做官了 知音哪 做了这么多年官 终于遇到了知音 报长 来 咱们俩干了这碗酒 酒风之急 千杯少 报长 你知道 我上一次这么痛快的吃酒 是在什么时候吗 范大人 您金榜提名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范大人是性情中人 那时候一定是壮志愁愁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学生读过大人的文章 那个时候年少轻狂 不知天高地厚 浅笑了 这句话至今仍然感动着学生 他会激励我一生 这句话 他会害你一辈子 你很聪明 但是你永远也学不会做官之道 那范大人学会了吗 在朝廷做了这么多年的官 是越做越孤独 连找个吃饺的人都没有 大人 我能够体会你的苦门 穿上衣服 别叫你娘看见 爹 朝廷风平浪静了这么多年 现在让一把火烧了起来 你打算怎么办 包拯已经在回京的路上 他有能耐查清真相 爹寄希望他能查个水落石出 可我又害怕 他把你所做的这件 愚蠢的事情也查出来 你要记住了 刘傅就是他亲手送上了断头台 放心吧爹 那个包拯可能回不了开封城了 我只会想要 你帮到一家 他把你帮到枫子 他把你帮到的 你帮到的 你帮到枫子 以后 我一直在想 咱们让太后退联还政 如果皇上真的掌握了皇权 难道朝廷 就是我们想要的朝廷吗 换汤不换药 甚至于比现在 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我们岂不是成了天下的罪人 学生也深思过这个问题 若真是如此 那便是大宋江山气数已尽 现在天下百姓已经水深火热 大宋假若真的灭亡 百姓还能苦到哪儿去 范大人 您相信现今的朝廷 会变成一个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朝廷吗 已经乱到根了 不可能的 唯一的可能 便是将希望寄托于皇上身上 一朝天子一朝臣 汤药一起换 一群恶猫 现在撑成了老虎 万一再来一群恶猫怎么办 粮食生虫 农夫该怎么卖 灭虫子 包长 你已经是最好的农夫了 范大人 你我应该都是农夫 包长 你这次进京 一定会绞入到 势力争斗的漩涡里 一定要多加小心 你想看 看 女士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你 让我家野 帜国 他 你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他 我自己的 你 我自己的 好 怎么回事 不知道 他妈儿怕不说就打起来了 走 走 走 小搜 嫂嫂 嫂嫂呢 嫂嫂去哪儿了 嫂嫂不见了 快去找嫂嫂 马上不见了 嫂嫂让人给劫走了 快去追 张龙 张虎 在 你们俩也分头去找 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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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您笑什么 你居然派人去杀他 你杀不了他 为什么 我已经派人在路上保护他了 包阵不能死 他死了 就没有人能查出放火之人 包阵身边 现在指不定杀得多热闹 天下最荒唐的事情 居然出现在咱们家 要是传出去 天下人 会笑掉大牙的 我可能会有的 那么记得 那我自己��为 疗病吗 那人 看看 原来 就知道还是有 Somebody 你也疗疗了 这位夫人 宝长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不是我嫂嫂 他的身份很重要 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人还没到京城 麻烦就来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不知是否可行 让你的随从跟着我 一起寻找那位夫人 张龙照虎跟着你去京城 晚上那些灰烟人不知来历 而那些黑烟杀手 一定是冲着你来的 你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张龙照虎跟随我多年 武功上乘 路途凶险 一路可以保护你 保证 大宋的黑脑袋 就你这么一颗 值大价钱 不能丢 谢谢范大人 重做半片的夜 露出了半变的夜 是远还是债 喝过了半杯的酒 时空还是慢 初心总是比结果 看上去热情大发 真香 从来就 简单 远过了一半的戏 是真还是梦 唱出了一半的歌 是悲还是花 未来总是比过去 看上去更美丽灿烂 人生 人生本就是梦宽 不要说江湖爱很凉 江湖爱很凉 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 大江东去 只有下了风 有任务千古流传 有任务千古流传 远过了一半的戏 是真还是梦 唱出了一半的歌 是悲还是宽 未来总是比过去 看上去更美丽灿烂 人生 人生本就是梦宽 不要说江湖爱很凉 难 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